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五大郎 这就是判斤链 但五大郎其实是卖炊饼 不是烧饼 这个咸菜就抹了油了 所以非常的香 就塞好了 然后就直接吃 非常香 就是里面那层很糯 然后热腾腾的还有芝麻的香气 同时这个咸菜呢 嘎吱嘎吱的脆 就是他们家的咸菜腌得太好吃了 脆脆的 它不只是对 它还兴致于有一点 你知道有的时候会借那个 咸菜会借那个海鲜的味儿 就是炒小鹅在里面 对 这里面还有那个咸菜 竟然还有海鲜的味儿 比较鲜 对 还有那个油的香味 同时这个烧鲜还有椒盐的香味 这个是叫老济南木须肉 因为木须肉的起源就是个卤菜 你说这个老济南的木须肉是什么味道呢 我还真说不好 但是你看那里面有什么 有肉丝 炒的鸡蛋 这挺香的 还有木耳丝 这是土豆丝 跟我们平时吃的木须肉不太一样 我们吃肉片 你看放了什么 蒜片 还有我刚才发现就是出鼻而来的 有非常浓的那个豆酱 豆瓣的味道 看 豆豉 同时加了一些鲜的韭菜去调味儿 土豆丝是脆的 鸡蛋 本身就是和那个豆瓣的那个味道 特别是豆瓣酱的香味 有种醋溜土豆丝的感觉 脆脆的感觉 它不酸 它是咸甜滑的 肉丝是有嚼劲的 甚至煸的稍微有一点干燥 这道肯定非常散散的好吃 这道也有蒋头 泰安炖豆 看起来吧 平常如其就是一个肉汤炖豆 但是我在里面发现什么呢 丸子 对 很多很多的粉条 碎粉条 就肉丸子和碎粉条 同时也有五块肉 你看这道菜哪都有啊 嗯 但这道菜的主要还是豆腐 有的时候看那个豆腐里的风潮叠过会很难 这个非常大 像冻豆腐 像冻豆腐那样的口感就比较粗糙 这个豆腐非常嫩 感觉很香 这个香味来自于肉汤 非常有盘性 它也不会一下就碎在嘴里 就是你还是有那个咀嚼的乐趣的 而且这个肉味好凝重 这个肉味好鲜 这个肉味好鲜 没想到泰安这边做豆腐 怎么这么好吃 刚上来的那道呢 也非常有褐色 叫做席地蒸菜 这是大饭碗上的 就是我们最早最早的那种饭碗 哎 烫了 最烫无比 菜里边的蒸菜呢 是集中在鲁南地上 有三样 酥肉 第二样就是丸子 肉丸子 肉丸子 蒸出来的肉丸子 第三样就是我最爱吃的 哦加的 哦合 这个肉非常爱吃的 其实那我主要先尝一下这个酥肉吧 哇 这个猪菜里边又点了一点醋 所以非常的酸香酸香 里脊肉的口感很像我们吃软达里 它调的这个蒸的这个汁里边有醋 非常好 开胃 就是藕家吧 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我把它给切开了 今天这个是肉馅 这三样的外面的这个面 包括那个丸子的外层都炸过了 所以它非常吸收那个汤汁的味道 那个汤汁那个特别点力 有点像 清淡口的酥达汤 再加一点糖 然后就让你忍不住老想吃它 但同时呢 它内部 比如说酥肉的里脊肉是弹牙的 然后那个藕盒的藕是爽口并且脆的 所以就让这道菜 口感非常的丰富 就从四层上 这个是这个非常的惊人的 这个叫维线肉火 维线就是山维线 然后这个肉火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食品 在资质通鉴里面就有提到这个肉火上 吃过维线肉火 然后方知人间就是人间是美味 就是什么是美味 所以就说明这个肉这个火呢 也要增过五重 它的做法有五道工序就是要烂 要烤 要蒸 还有煎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最后过出来就这样的一夜 尝一个吧 来 你看看 哇塞 因为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外壳是脆的 看看这肉都挂了 好棒啊这手表 好棒啊这火肉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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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浓重的 嗯 葱香吧 人生呢 色彩就是大葱嘛 葱 很香的肉面 应该里面用花椒水调味了 就用了大量的花椒水 一股后很脆 脆脆无比 嗯 这个葱太香了 这个葱配上这个肉 太香了 好辣力啊 嗯 同时呢它这个 里面的肉虾的油一直在往外流 每一口的肉 都有汤汁 快点在煮菜里面有这么好吃的主食啊 太好吃了 吃的 就像打仗 太炒辣了 但真的很好吃 那个像那个维线肉火 然后我们等了四十分钟才出炉的 就是 但是太值得了 真的太好吃了 你来尝试一些非常有特色的 泰安菜 然后那个博山菜 还有维线菜 就这些 呃 比较偏门的 卤菜菜系的话 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失望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 你如果来过来尝试一下 你就是 对这个卤菜 会有很多的这个 新的理解 嗯 对饮池也会有一些新的情感 就是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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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